哈喽 好久不见你们的短发奶筐回来了 我记得我18年的时候也有剪过一个这样子的短发 然后那一年夏天呢拍了很多美食的视频 很多小伙伴应该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认识我的 然后今年夏天呢我也去剪了一个这样子的短发 真的是超级的舒服 超级凉爽 然后也很有一种要录视频的动力 所以大家监督我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面多给你们录一些视频 那今天的这期视频呢是一个久违的购物分享 很久很久没有做过购物分享了 其实我的购物分享基本上都等同于爱用品了 因为我是一个购物比较谨慎的人 我一般都会精挑细选然后做足功课 不太会采累 买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 所以说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吧 要分享的第一个东西呢是一双Gucci的鞋子 这个呢不是买给我自己的 是买给我男朋友的一个工作礼物吧 就是庆祝他终于开始正式的工作了 像我也是过两天就要开始正式的工作了 所以说我们搬到了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家里面 从我的这个背景可以看到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家呢就是离我们俩工作的地方会近一点 但是平时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人住 是公司用来招待客人用的 现在没有什么客人 所以我们就暂时在这边住一段时间 这个家里面陈设非常简单 但是唯一的一个超级好的点就是 它有一个超大的衣帽间 就是我后面这个 足足有一个卧室那么大 然后我一个人待在里面就真的超级爽 男生的鞋子真的好重啊 这个呢是Gucci今年出的一双 哇这鞋子比我的脸还要大好多 这个呢是今年Gucci出的一双 复古的羽毛球的板鞋 从它的这个配色 这个绿色呀红色 它们经典配色 还有它这个材质和这个鞋型 就可以看出真的是挺复古的 然后它的这个面料呢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 它是白色 但是上面有一些暗纹 就是Gucci他们家双G的那个标志 然后这个暗纹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看 是一大亮点 远看的时候呢 是非常的低调 看不出来的 但是近看的时候呢 就会觉得哇真的好精致 我现在举的手都有点累了 然后我很喜欢的 这双鞋子的一点 是它的这个底 也都是全部都是一种Gucci的标志 还有包括它鞋子前面的这个地方 也都是Gucci 这双鞋子我原本是想给自己买的 结果到了店里的时候呢 那个Sales就跟我说 女马全部都卖光了 就是这一款 这双鞋子有一个要注意的点 就是它偏码非常的严重 它是偏大一到两码 所以说如果你是找代购买的话 至少要就是挑 比平时自己穿的鞋子少一码这样子 像我男朋友他穿的是44码 结果这双买的是42.5 就少了1.5码 这样子是刚刚好的 第二双鞋子呢 是我自己的 也是买了有一段时间 都没有跟大家分享 现在夏天了 终于可以穿了 就是这个爱马仕的猪鼻托 我买的这个颜色是巧克力色的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我本来是想买一个颜色叫做湖水绿 我超级喜欢那个颜色 结果我的代购就是把那个鞋子发错了 但是我到手之后 发现这个颜色也挺好看的 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而且这个鞋子呢 虽然说是塑胶的 但是它的质感一点都不差 质感非常的好 特别是它的底 其实是很有重量 我很喜欢穿着它 然后在地上会有那种 嘀哒嘀哒嘀哒的声音 就觉得特别都有气场 上面的这三个链条呢 第一条是那种 有点像磨砂质地的 一环扣一环 然后下面的这两个链条 是那种猪鼻的链条 因为有三个链条嘛 所以说穿着还是蛮好走的 就还挺舒服的 一点都不会勒脚 这个呢 我觉得是爱马仕里面 少数我可以消费得起 而且我觉得性价比 还挺高的一双鞋子 装拖鞋有超级多颜色 而且很多颜色都还挺好看的 特别是黑色呀 还有我之前说的那个 湖水绿 我最近在很认真的考虑 要不要收那个湖水绿 希望大家帮我参考一下吧 可以在公品里面 给我参谋一下 要不要买 接下来要分享的呢 是一对耳钉 是一对Chanel复古的耳钉 给大家看一下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出来 这其实是一个松果的形状 上面是那种琥珀色 然后下面是白色 周边呢 还镶了一圈的小小的钻 中间有一个Chanel的标志 这个呢 我一开始看到它的时候 觉得不是很起眼 但是看久了之后 真的觉得好精致啊 特别是这个松果的形状 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 带上给大家看一下 Chanel出的Vintage的耳钉 我都很喜欢 特别是一些那种雪花的形状呀 还有像这个松果的形状 因为它现在出的很多耳钉 都是那种大的 就是Chanel家的双C的标志 加上很多的钻 我觉得那个有点太华丽了 反而是这种有点时间沉淀 然后设计的又比较小众的东西 我觉得特别的值得收藏 而且这样子小小的一个 和短发还挺搭的 就这样露出来一点点 OK 接下来要分享的呢 是一个兰扣的气垫 是它新出的一个持妆气垫 其实我已经很久很久 都没有买过气垫了 我只有在刚开始学化妆的时候 买过一些寒妆的气垫 然后在我的印象当中的话 气垫就是不持妆 然后又会浮粉啊 各种缺点 但是还蛮适合新手的 这也算是我第一次 试这种大牌的气垫吧 我当时在汉街的那个 万达的兰扣店里面 试了一下这个 然后呢店员就向我推荐了 他说比较适合混油皮 在夏天用 我用了两三次之后 我发现这个效果 还真的挺让人惊喜的 像我今天就是用的这个气垫 然后涂了薄薄的一层 我发现它的这个 遮瑕力度特别的够 可以把我脸上的瑕疵 就是遮得七七八八 虽然我只涂了一点点 然后呢就是它的这个持妆能力 也很强 我基本上在外面 如果待了八九个小时 回家的话 就也不会斑驳 或者说脱妆脱得很难看 然后我买的这个色号呢 是叫做P01 其实是一个最白的色号 但是我觉得它最白的这个色号 也并没有特别的白 因为我是黄衣白嘛 涂上这个我觉得应该 也还算比较自然吧 你们有没有觉得 就是跟我的脖子 我脖子是完全没有抹粉底 感觉它跟我的脖子 其实融合的还挺好的 所以这个色号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适合 大多数的女孩子在夏天用 而且呢涂上去之后 它也不会有那种 特别假面的浮粉的那种感觉 这个气垫 真的是我近期的最爱 接下来也是一个好东西 就是塞贝格的这个 素颜修护精露 这个呢 其实是我上一次在买 他们家的维C粉的时候 它送了我一盒 这样子小小的这个精华 它其实就是非常高浓度的 那种玻尿酸 它叫做Serum Repair 修复的精华 然后呢 它这样子一管 只有5毫升 如果你单买的话 其实它的价格 还是蛮贵的 但是天猫旗舰店里面 经常会有搞活动 所以说你在搞活动的时候 买或者说你买 维C粉会送这个 这样子就蛮划算的 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质地 真的是超级超级粘稠 基本上一管 就可以把全脸加脖子 都给涂回来了 那因为它质地比较粘稠 所以说的话呢 要在你用完水之后 就是在用你的Moisturizer 就是乳液之前 然后我一般呢 用完这个之后 就直接上眼霜 然后上面霜 不会再去用一些 其他的粘稠的 这个护肤品 这样子的话呢 就不太会容易搓泥 OK 接下来是一个 超级可爱的小礼盒 当当 你们猜一下 这个是什么吧 它这个粉色的盒子 上面印着的都是 这种小桃子 水蜜桃 特别的可爱 其实呢 它是一盒海绵蛋 然后打开来 大家就知道 为什么要买它了 它这样子一盒海绵蛋 里面一共有六个 然后呢 是各种样子 各种形状 颜色的都有 上面的这个 这个是葫芦状的 然后这个呢 是这种有一点点切面的 然后这个呢 是切面在尖头这边 还有这个比较特别的 就是它是那种绒毛质地的 上面有一点点小白毛的感觉 像这样子 它的抓粉力就会更强 然后不太会容易吃粉底 最后上面这两个小小的 这个呢 就是一个水滴形状的 可以用来处理一些脸上的小瑕疵 这个小小的也有一个切面 可以用来做一些眼下的烘焙 或者是遮瑕 反正功能都是很齐全的 但是我觉得我买这盒东西吧 我应该不会去用它 因为真的太可爱了 我觉得这个很适合送人 或者说就是摆在家里面 就很开心 接下来要分享的呢 也是一个夏天必备的东西 就是身体磨砂膏 我买的这个牌子叫做Gio Mar 翻译过来应该是叫吉尔玛吧 它是一个意大利的 比较有名的护肤品的牌子 然后他们家的这个磨砂膏 尤其的有名 这个包装也是特别意大利 那种复古的感觉 夏天的时候 因为皮脂分泌比较旺盛嘛 所以说我差不多一周 会用一次这样子的磨砂膏 然后让身体皮肤 就是会更加光滑一点 我买的这个味道呢是蜜桃味的 打开来之后就可以闻到一股 特别香浓的蜜桃的味道 然后它的后味又是有一点点花香和奶香的 就闻起来有一种蜜桃酸奶的感觉吧 味道是很有层次的那种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 我的勺子掉进去了 这个里面的成分特别的神奇 它有来自死海的海盐 就是Elements from Dead Sea 然后还有Pink Salt 就是粉盐 还有呢叫做Peach Pits 就是那种桃子的那种桃壶的那个颗粒 然后里面这个带有流动性的东西呢 是一层厚厚的精油 也是蜜桃味的 这个磨砂膏的用法呢 就是把精油和磨砂的部分稍微混合一下 然后抹在手上 特别是像这种手肘啊 或者是膝盖这样子 披着比较厚的地方 然后慢慢的按摩 最后再冲掉就可以了 像我前几天用完之后 其实都没有觉得皮肤特别的干燥 可能是因为这个里面有一些精油 和一些就是护肤的成分吧 所以说你洗完之后 它还是会觉得皮肤是很水嫩的 就连身体乳也省了 所以把这个推荐给大家 如果你夏天的磨砂膏还没有准备的话 那你可以去买一个来试试看 最后一个护肤品呢 就是这个Altia的白玫瑰水 这个我已经不知道回过过多少次了 基本上每年夏天我都会用它 不管是做湿浮啊 还是做水磨 或者是配合小牌灯一起用的时候 我都是用的这个 这个白玫瑰呢 是来自于保加利亚的白玫瑰 味道特别的好闻 很清爽 而且性价比很高 像这样子一大瓶500毫升 只要100多块钱 像我之前有用过一些别的牌子 比较贵的玫瑰水 比如说箱子提卡 100毫升就要500多块钱一瓶 那个真的用的好心疼 而这个呢就是便宜大碗 而且又很好用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心中的白月光 一定要推荐给大家 接下来到了衣服的部分 我第一个想要分享的是一条运动裤 这条裤子其实我之前在纽约的Vlog里面 就出现过很多次 我当时买的是一个均绿色 芥末绿吧 这个呢是纯黑的 因为我那条运动裤不知道放到哪去了 所以我又重新回购了一条 这个裤子真的是超级轻薄 而且显瘦 而且夏天穿也不会热 然后呢也很显腿直 然后又便宜性价比高 反正就各种优点吧 哎屁股后面好像稍微有点脏了 这条运动裤呢 有很多小伙伴问过我链接 所以我干脆就这一次 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接下来两条小裙子 都是最近入的 一个是这样子蓝色的吊带裙 然后中间有一个这样子的洞洞 周围呢还有一圈蓝色的水钻 这个材质呢是那种粗泥 但是夏天穿也不会很热 因为它里面的这个材质 是那种很凉快的那种面料 这个呢我打算之后给大家录一个穿搭视频 再上身然后细细的讲解 今天先简单的略过吧 还有一条裙子是这个 今年很火的一条牛仔裙 这种抛抛袖的 这条裙子超级的性感 很谨慎 下次穿给大家看一下 最后的最后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本书 叫做《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英文原名叫做educated 这本书应该很多小伙伴都有看过 最近书店啊 还有网上也是各种狂推 我是之前在微信读书上面看的 然后前两天去逛街的时候呢 看到这本书我就想说 买回家收藏一下吧 因为这本书的确有它可读的点 这本书的作者呢 是一个女生叫做Tara Westover 她出生在美国 一个特别保守的州 然后她的家人 特别是她的爸爸 是一个非常极端的魔门教徒 所以呢 她爸爸是不准他们去医院 不送他们去学校 然后非常拒绝一些现代生活的 然后她出生在这样子一个家庭 她后面 这个地方也写了 我觉得特别好 她说 人们只看到我的与众不同 一个17岁前 从未踏入教室的大山女孩 却戴上一顶学历的高帽 意义生辉 只有我知道自己的真面目 我来自一个极少有人能想象的家庭 我的童年 有垃圾场的沸桶烂铁著称 那里没有读书声 只有起重机的轰鸣 不上学 不就医 是父亲要我们坚持的忠诚与真理 父亲不允许我们拥有自己的声音 我们的意志是他眼中的恶魔 哈佛大学 剑桥大学 哲学硕士 历史博士 我知道像我这样 从垃圾堆里爬出来的无知女孩 能取得如今的成就 应当感激替零才对 但我丝毫提不起热情 我曾怯懦崩溃 自我怀疑 内心里有什么东西腐烂了 恶臭熏天 直到我逃离大山 打开另一个世界 那是教育给我的新世界 那是我生命的无限可能 这本书其实能够带我们去 看到一个不一样的美国 她的家庭其实并不穷 反而在那个小城市里面 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 但是呢 由于她爸爸的这个无知和固执 他们全家人其实都遭受着折磨和苦难 那这个女孩呢 她是通过自己去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 就是ACT 然后上了大学 她在这个求学的过程当中 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 最后呢 才成为了一个博士 然后出了这本书 还有呢 就是她与原生家庭之间的那种挣扎 也是特别的真实 其实看完这本书之后 我最大的一个思考 也是我跟我爸妈有讨论过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的教育 你所看到的这个世界 外面的世界 使你和你的原生家庭之间越走越远 那么你还会不会愿意去接受这样子的教育 我当时问了我妈妈这样一个问题 我说因为我去了美国之后 的确我和我爸妈之间有很多很多观念上面的不同 我问她说 如果知道现在我是这个样子的 你会不会愿意还送我出去读书 那我妈妈当时其实没有给我一个特别明确的答案 因为我觉得这个在很多父母的心中肯定都是一个矛盾 他们既希望孩子去看到更大的世界 但是又怕孩子跟自己之间的观念产生太大的差别 然后跟不上孩子的脚步 但是我自己其实一点都不后悔 即使我现在跟我爸妈在观念上面会有很多的冲突 然后有时候我需要去说服他们 或者呢会有些争吵 但是我仍然觉得这是很可贵的 因为教育它真的是一种力量 是一种重塑自我的力量 然后我也希望每个女孩子 每个人吧 每个人都能够接受好的教育 然后获得爱你的人 好那今天的购物分享就到这了 我感觉我说的都要哭了 OK那我们就